蔣威水在世短短40年 参与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议会设置请乐活动 成立台湾民众党 新办台湾民报 这些历史事件在朱中庆打击乐团 与蔣威水文化基金会 吉乐文教基金会合作的音乐会 一一呈现给众人 纪念着这股百年力量 抢先窥探表演着 用报纸作为打击素材 实为鼓棒实为乐器 甚至撕裂的声响 也可以入乐 剖剧戏剧张力 我心里面在这几天 进台湾场里面 我感觉就是一个叫剧母 汇聚他还在还在 因缘机会让朱老师跟江老师 这么多年的点状交迷 到最后面蒙伤了这么一个作品的本质 朱老师其实很早就有提到过 这一个作品的素材 是我觉得说紧跟在泥巴 这么一个作品后面 似乎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 厚问台湾的历史 跟台湾是很性感吗 所以因此我自己在思考说 等到好像实际成熟了 因为浸泡了三年以后 再重提的时候 其实以蒋卫水先生的生平来蓄势 应该有很多的表演运势已经投入过了 那以打击月这个载体 似乎也禁止于这样的情节叙事 好像是不太可以满足的 但因而在朱老师交过之后 跟编剧我们在蒙生 其实才去理解到蒋卫先生 蒋卫先生整个人的生平 四十年的生命 我后来用了两个关键字叫威护 他的养成教育二十年好了 应该不止了 医学院完成 早年或许可以 监狱进出里面无端消耗他多少的时间 热力不减地奔走 我自问做不到 做不到 因此在说这个故事 应该是主题情境叙事 所以截取了蒋卫水先生一些点目 一些事迹的策则 来造就音乐上的主题感跟氛围叙事 所以以我们的剧名 霞飞春光四个单一字 来表现蒋卫水先生生平经历 跟信格里面多能面向钻石一样 来呈现在我们连续举起 七首曲子 七个类型 七个形式 七个形象 七个典故 七个历史经历 去加速去多面向的 说出这样的一个蒋卫水 那回过头来 猪团的好朋友交配我打几个 从东东墙里面 这是我血脉的 后来我回给他们的是折磨吧 实际上作品后来还都可以了 那我真工朱老师也看得起 所以我还是会建立在说 有哪一件事情是猪团经由 一步一步走过来 是在他们优雅演奏的时候 还有什么可以去到的 因为跨界在可能其他的团队 都叫做追求与挑战 在猪团叫本质 没有跨界的概念 要做这件事情 跨界这件事情叫本质 不止于它 因为都在 在他们现在每一个音乐家身上 所以只要考验他们 还蛮花脑筋的 所以就结局了两个元素说 你们的就把味道 他的书写跟智性传播 是指账 指这种为因缘 他可以如何 他可以形成什么样的情绪 气氛跟张力 你们不是打的时候 都有挥散你们身体 我想出现那个禁锢年代 给予我们仅有限制的篇幅 所以我说我把你们靠起来 一出来就把你们靠着手套 靠着手套要去打击 然后再把手套渐渐剪下来的时候 开始一曲一曲去说 所以这些呢 我就跟在四位音乐家 四位音乐家也是一种会去 去他们自己去认养 哪一个情境点跟主题感 是你有感的 进而类型上面 我们在不断的密切的 前创期开会 去不重叠而自我独立 却用各个一彩分成 去呈现一个让观众 在整个审美的项目里面 不会枯燥的整个乐听的过程 朱宗庆打击乐团年度音乐会 霞飞春光 集合了四位作曲家 用不同的音乐风格 养会蒋味水生命中的七个场景 带领民众感受这位台湾文化精神领袖 在台湾在国际上相当助理的导演 郭小时都认为说 这是他高年 我认为不是 他的高年就是他期间 每次看到小平的老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我怕他太好了 所以我已经把预约到2025年了 所以这东西就是说 人才就是乡亭 互相房子之外 业力合作不容易 所以我非常谢谢小平 做起家千惠 可能被我们讲了 但千惠公民长久 不错 非常了解 他说得非常精彩 因为今天十年关键只两手 谢谢千惠从头到尾 那么 一个创作的评论一直都在 扣姐 扣姐是刚才是我们好朋友 长久 刚刚听出他说 真理优秀 对 互相改的 对 那主要 主要大家知道 这年轻人非常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 那你们可以听得到他作品 他一直跟老师 跟老师说我做作品 你不会经常很好听的旋律 我说 那很棒啊 其实他觉得好听的不得了 好听音音的结构 太多可能性的 太多 还有云姐 因为他今天有事不能带 人家的警察群子 当时我跟张老师在讨论 跟道理在讨论 找四位追加就非常冒险 四位不一样的追加撞在一起 这个冒险照看来就是 赌注的啊 有可能就是 不晓得有什么 后来发现这四位追加 从清卫的经验最多 后期公民是老朋友 跟两个年轻的 他们一坐下来 听讲老师讲话 听老师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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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活动协调的过程来讲 那其实真的是非常精彩 那与其说是蒋渭水基金会 跟朱东庆集乐基金会 合作来办这一个音乐会 那倒不如说是我们要共同来完成这一个作品 让这个作品能够流传百年 就像旺春风雨夜花 是一百年前的台湾歌谣一样 这样子的霞飞春光这样的作品 也可以往后留下一百年 以被让我们的子孙在想起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就像我们想起蒋渭水的年代一样的 充满了崇敬跟缅怀 然后觉得说祖先有帮我们留下来 这么好的文化资产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努力 然后不要愧对我们的子孙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精神的话 我觉得是最了不起的 那么有一句话说 人类的艺术史 应该说文明史都是由一个思想的启蒙 然后在艺术里完成 然后后人才会知道前面的那一个时代在做些什么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作曲家跟诗人有美丽的相遇 制作者跟作曲家跟演出者 我们大家每一位是不是都有美丽的相遇 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四场满满的观众 那么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不过六千个人吧 那么音乐演奏就是有这么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不管演奏过后 多少人跟你说这个节目多么令人感动 你错过就是错过了 你没有当时坐在里面听 你就是错过了 看录影看事后的报道 通通都不如你在现场听到跟演奏者跟创作者一起的这个呼吸跟脉动来的令人感动 尤其这个作品我敢说我们除了极洪荒之力之外呢 我们还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缘分跟幸运跟幸福 我们要把这么好的作品献给我们这个国家 然后献给我们这个世代 同时也向一百年前的前辈们致敬 缅怀他们 然后我们更要觉得就是发挥我们的能力做更好的事情 每一个人在一个每一个自己的领域都能够做出来 我虽然世代音乐CPA 终究也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或是美光灯下的聚光点 可是我觉得在幕后做这些事情推动 做催手非常非常的幸福 得到你们大家一起的帮助 我们希望把这个成绩奉献给更多的人 全台湾的人至少在今年都要听过这一个作品 充满渲染力的打击旋律与曲目 传递着蒋渭水启迪世代精神 也道出台湾社会持续突破与找寻自我定位的过程 期盼触动观赏者内心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